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就是游戏的力量,玩耍是儿童的天性,孩子们在游戏中可以得到很多乐趣,但是你知道吗,游戏也是教育孩子的有效途径,书作者劳伦斯科恩称这种教育方式为LIFIRN,就是会玩游戏的家长,中文翻译中使用的是游戏的力量,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游戏的力量,它能给孩子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, 比如游戏可以教会孩子一定程度的社交技能,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,释放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惧等等,本书作者劳伦斯科恩,临床心理学家,游戏高手,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游戏工作室,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和游戏治疗师,帮助父母和孩子成为美国第一游戏治疗师,在游戏利益书中,作者告诉父母如何通过游戏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,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, 帮助孩子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,激发他们内在的勇气与自信,本书一经问世便获得好评,并获得美国国家亲子图书金奖,并翻译成14种语言蜂蜜全球,第一个问题是,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,第二,这些问题如何通过游戏来改善,首先,我们要问的是第一个问题,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,我把孩子们的主要问题分为四类,第一个问题,就是规则问题, 很多时候,父母和孩子约定好的规矩,孩子却故意不遵守,总想破坏规矩,比如早上赖在床上不肯穿衣服,比如去超市,看到什么就买什么,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情况,那就是不管父母怎么说,孩子还是要做那些危险的事情,比如开车时,总想着把天窗打开,再把头伸出去。 第二类攻击性行为,当孩子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,或者全力受到损害的时候,他们往往会使用语言或者身体攻击,比如骂人。 第三种情绪问题,不同年龄的儿童面临不同的情感问题,在三岁之前,孩子们最常见的情绪问题就是分离焦虑,一旦离开母亲,他们就会惊慌失措,哭个不停。 三岁以后,孩子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情绪,比如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冲突,比如被老师批评,比如沮丧,比如沮丧等等。 第一种是男孩,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,总是会下意识地给女孩更多的关爱,而男孩则会变得更加坚强,二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比如搬家,孩子会因为失去了一个熟悉的玩伴而伤心,又因为要重新融入新环境而焦虑。 再比如,家里多了一个弟弟妹妹,可能会引起孩子们的嫉妒和恐惧。 第四类社会问题,在孩子们的集体生活中,这是最常见的一类问题,比如,有些孩子不知道如何交朋友,因此他们很难和同龄人建立起稳定的关系。 再比如,很多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,总会有人嘲笑他们,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,越来越孤单,越来越不愿意交朋友。 以上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四类问题。 第一类是关于规则的,第二类是攻击性的问题,如打人和骂人。 第三类是情感方面的,第四类是社交方面的。 面对孩子们的这些问题,家长们该怎么办呢? 一般来说,父母都是讲道理的,道理讲不通,要么打骂,严惩,要么不理孩子。 无视孩子的需要,不与孩子交流。 殊不知,对孩子打骂只会破坏亲子关系,而对孩子的漠视,让孩子们与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。 通过游戏来解决这些问题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,具体怎么做? 我把它归纳为三步,第一步是和孩子建立联系,这是一切游戏的基础,也是所有游戏的终极目标。 那么连接是什么?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就是要让孩子有安全感,有稳定的关系。 作者打了个比喻,他觉得孩子心里有个杯子,当他们出生时,杯子里装满了空的父母用爱把杯子装满。 这就是与孩子建立联系的过程,当有一天,孩子们的杯子里装满了爱,满足了,他们就可以放心地离开父母去从事其他的社会活动了。 但是如果他们得到的爱不够,杯子还不满,那么他们就会不断地关注自己的内心,变得焦虑,粘人,甚至是退缩,自我封闭。 在本书中,作者介绍了许多小游戏来建立连接。 在婴儿时期,家长们可以跟孩子们玩可爱的猫猫游戏,这个游戏很简单,父母用手遮住孩子的脸。 让他们看不见父母的脸,然后再张开双手,重复多次。 在这个过程中,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建立联系的锻炼。 他们知道父母在努力跟他们建立联系,就算连接暂时失去了联系,也能重新建立起来,这样孩子才会有安全感。 等孩子们长大了,就可以互相交流游戏了。 还有123个木头人玩桌迷藏,作者最喜爱的连接游戏之一就是,你永远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 他会夸张地告诉孩子,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 一开始,他们会抓住孩子的手,让他挣扎一会儿,然后再放手,然后再抓住孩子,慢慢加大力量,这样孩子就很难逃脱了。 这样的游戏总是充满欢笑与拥抱。 孩子们大声叫嚷着要再玩一次,这是一个信号,孩子们希望与父母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。 其实,建立联系就是建立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信任,只有当孩子愿意接受父母敞开心扉的时候,孩子才能与父母沟通,参与游戏,克服自己的问题。 有连接还不够,家长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,亵渎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。 这是第二部游戏教育法,为什么孩子会哭,为什么不遵守规则,为什么喜欢打人,也许大多数家长都不会考虑这些问题。 当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时,父母往往会感到愤怒,无奈甚至是挫败,却不知道这是孩子在向父母求助,想要提醒父母,自己的杯子已经空了,需要父母的关心和安慰。 比方说,孩子总是惹麻烦,难道是因为父母最近很少陪他,所以才一直在想办法引起父母的注意,孩子喜欢打人,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了,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。 一旦父母能够准确地翻译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,那么他就会更加关心孩子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明明感觉已经很糟糕了,却还要对孩子大喊大叫,又或者,明明孩子很孤单,父母却非要让他一个人待在房间。 现在呢,作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他和一个小男孩相处得很愉快,可是当治疗结束,作者准备离开的时候,小男孩突然喊了起来,你这个讨厌鬼,作者恍然大悟,孩子们可能想要表达的东西,我很喜欢和你玩,我不想让你离开,所以作者告诉男孩,今天我们玩得很开心,我非常喜欢你。 男孩立刻高兴起来,当游戏结束时,作者再次表示要离开,你这个讨厌鬼,我讨厌你,作者安慰小男孩,我知道道别会使你难过,但是我下星期再来,听到作者的保证,小男孩终于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。 这一点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来,如果父母不去探究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,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孩子的情绪会突然爆发,他的言行也会发生变化,到头来,只会对孩子们进行训斥和训斥,建立连接,读懂孩子的行为背后的语言。 下一步就是和孩子玩游戏,作者针对儿童提出的每一个问题,提出了具体的游戏方法,下面,我将一一介绍给你们,作者使用角色扮演游戏来解决第一类儿童不遵守规则的问题,作者的女儿艾玛自从上了幼儿园之后,就一直想赖在床上不肯穿衣服。 有一次,作者发现她要去学校晚了,一时兴起,抓起两个洋娃娃,假装他们在对话,一个娃娃恶狠狠地说道,呵呵,艾玛因为不会穿衣服,所以不会自己穿衣服。 另一个娃娃自信满满地说,艾玛懂得如何穿衣,第一个玩偶反驳道,她才五岁,怎么可能会穿衣服?艾玛一边说着,一边开始穿衣服,这时,第一个玩偶又开口了,她穿的衣服根本就不像她自己。 第二个玩偶大声反驳道,我见过她,只是穿得很好,你却看不见。 这个时候,艾玛不仅把衣服穿上,而且笑得很开心,很显然,游戏法比父母的说教效果要好得多,角色扮演游戏在孩子们不想刷牙,不想写作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 当作者带着艾玛逛超市时,艾玛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,总想买些零食和玩具。 这时,作者将与艾玛进行一场随先发现的游戏,艾玛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偷偷藏进了购物车里。 如果作者在结账前找到艾玛,那么他是不会买的,如果找不到的话,可以买下来。 一般来说,创作者在游戏结束时,都会给艾玛留下一两件物品,这样一来,艾玛就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大部分的零食玩具。 除此之外,如果孩子不遵守游戏规则,想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情,作者也不会马上制止,而是陪着孩子玩游戏。 比如某次作者去接艾玛,艾玛的同班同学问他可不可以坐在车顶回家。 作者没有拒绝,而是好吧,但是我们必须抓住他。 他立刻站了起来,准备爬到车顶上去,小女孩看到作者攀爬的动作,连忙阻止。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,作者这样做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判断力,让他们自己判断这件事是否真的可行。 也许有些家长会担心,如果孩子真的爬上去了怎么办,作者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停地问孩子。 比方说,我们爬上车顶,当司机急转弯的时候,我们怎么才不会被甩下来呢? 或者说,要是你妈妈看到我们坐在车顶上,一定会说些什么? 简单来说,就是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,然后至难而退,而不是简单地说不行,太危险了。 孩子们的逆反心理很强,越是拒绝,他们就越是想要知道真相。 对于第二类问题,比如孩子打人、骂人之类的攻击性行为,父母常常感到棘手,不知该如何制止孩子。 举个例子,当孩子说脏话时,大多数家长都会先提醒孩子不要说脏话,不过,还是有不少孩子,因为逆反心理,越说越起劲。 这个时候,有些家长会忍不住打骂孩子,有些家长干脆放任不管。 针对这一状况,作者充分利用儿童逆反心理,创造出一种有趣的游戏,比如有个孩子,喜欢给别人取个特别难听的外号,还给作者起了个外号,臭狗蛋。 作者告诉这孩子,呵呵,千万别告诉别人我的小名,科恩的外号叫臭狗蛋。 这时候,作者又要说一句更蠢的话了,比如饭团,然后告诉孩子,其实,我的真名叫米团,不过,这件事你别说出去。 孩子跟着作者的思路,又喊了一声米饭团,科恩装模作样地哀求道,别求你,别告诉别人,孩子玩得很开心,早就忘了骂人的事情。 如果说脏话是一种可以伤害别人的武器,那么打骂只会加深孩子们对脏话的印象,使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脏话是一种武器,它能伤害别人,给别人带来不良影响。 虽然父母的打骂暂时压制住了孩子们的火力,但是孩子们还是会拿着武器去攻击别人。 然而,当孩子们把脏话说成好笑的时候,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欢笑,这显然比责骂孩子要有效得多。 这个游戏要求大人先参与游戏,正面回应孩子的脏话,然后利用孩子的逆反心理,用更有趣的语言来转移注意力。 除了骂人之外,有些孩子还喜欢打人、咬人、吐口水。 同时,为了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,他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 比如,有个小男孩来作者家玩,发现作者家里有一把水枪,他就拿着水枪对着作者就是一通扫射。 当然,这是一种非常粗鲁和攻击性的行为,但是作者并没有立即命令孩子放下枪,而是告诉孩子们,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爱情之枪,只要我中了这枪,我就会爱上那个开枪的人。 这时候孩子还朝作者开了一枪,作者立即追了上去,终于逮住了他,再三告诉孩子他是多么爱他,还亲了孩子以示爱意。 几番打闹之后,作者的女儿爱马也加入了进来。 几周之后,小男孩再一次来到作者家里,他一进门就开始寻找水枪,想再跟作者玩一把爱之枪。 从那以后,作者每次遇到其他孩子踢人,都会玩这个游戏。 在作者的指导下,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会把攻击踢踢等行为转变为爱,孩子们忘记了暴力,忘记了攻击,只剩下欢快的笑声。 针对第三类情绪问题,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孩子释放情绪的有趣游戏,比方说,当孩子们在幼儿园面临分离焦虑的时候,可恩建议家长们可以在家和孩子们玩模拟游戏,用乐高积木盖一个幼儿园,然后用小车把两个小人玩具送到学校,玩具娃娃扮演妈妈。 孩子向他的母亲说,妈妈别走,母亲紧紧抱住孩子,答应放学后再来接他。 这款游戏虽然简单,却可以帮助有严重分离焦虑的孩子,特别针对书中的两个情感问题,如生活中经常会遇到,孩子摔倒后,哭得稀里哗啦的。 父母走过去安慰孩子说,别哭,别哭,别疼,别疼,尤其是男生,哭,似乎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 有些家长甚至惩罚孩子哭泣,久而久之,孩子们觉得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,他们就会压抑自己的情绪。 他心中的伤痛根本无法抚平,表面上看起来坚强,实际上内心却是脆弱的。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,作者设计了一款名为尖叫特派员的游戏,当一个孩子受伤了,却还在默默忍受时,作者会假装受伤,然后夸张的尖叫夸张动作,以此来缓解孩子的痛苦。 再比如,家里又多了一个弟弟妹妹,年长的孩子会变得忧郁或缺乏安全感。 作者介绍了一款针对这种情况的充电游戏,在充电游戏里,妈妈轮流抱着家里的孩子,给孩子充电,也就是把孩子从头到脚都亲一口,其实就是让孩子有时间和妈妈独处,通过亲吻和拥抱,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对他的爱,解决孩子情绪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孩子能够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情绪,再通过游戏,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,对自己的支持,让自己平静下来。 对于第四类社交问题,作者所使用的游戏将更加复杂,更加多样化,但是总的原则是帮助孩子建立自信,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。 社交障碍的孩子一般比较内向,不爱说话,或者在学校里被其他孩子嘲笑过。 作者将利用竞技类游戏,让孩子们感受到赢地的力量,比如跟孩子一起踢足球,一起下棋,故意输给孩子。 当孩子赢了之后,作者就会扮演一个失败者,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失败,以此来减轻孩子在失败中的挫败感。 作者也让孩子们自定义游戏规则,满足他们对游戏节奏的要求,比如,当你和你的孩子们踢足球时,允许他们喊停。 这个时候,作者会停下来,让孩子顺利完成进攻,这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快乐,减少失败带来的痛苦,增加胜利次数,帮助孩子释放情绪,重建信心,最后让孩子们知道,赢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有些孩子分不清笑话与笑话的区别,比如小女孩沙利就是这样的情况,在学校里,沙利总觉得大家都不喜欢她,大家开玩笑的时候,她总觉得别人在嘲笑她,于是她就打别的孩子,惹了不少的麻烦。 作者用想象的游戏告诉了沙利该怎么做,作者装作不喜欢沙发的样子开始拍打沙发,对着沙发大喊大叫,看到作者滑稽的样子,沙利笑了。 然后作者震惊的说,我打了你,你还是不喜欢我,那你想让我做什么,我们做朋友,你会喜欢我吗?于是作者又开始亲吻沙发,拥抱沙发,最后躺到沙发上,躺得很舒服,我知道,你一定会喜欢我的,沙利躺在沙发上。 学着作者的样子说道,那你会不会喜欢我,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与孩子一起玩的游戏,也许你会怀疑孩子们真的会这么配合吗? 如果他们突然情绪失控,或者不喜欢某项游戏,就不愿意参与,又或者是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矛盾,怎么办? 作者的建议很简单,简单的八个字,跟随孩子适当的引导,不管是发脾气,还是不想玩游戏,都应该让他们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父母要做的,就是让他们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,然后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,就算同时有几个孩子,也不需要孩子们自己去解决,父母只需要稍稍退后一步,关注一下孩子就行了。 好了,游戏力这本书就介绍完了,让我们再回顾一下,首先介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四个常见问题,规则,情感,行为,社交。 好,接下来,我们将介绍三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第一步,父母要与孩子建立连结,把孩子心中的杯子用爱盛满,建立稳定的亲子关系。 第二步是翻译儿童行为背后的原因,是因为他们感到孤独,害怕,还是受到伤害。 第三步,通过游戏帮助孩子释放情绪,转移注意力,重建游戏规则,获得自信,使孩子在游戏中真正感受到快乐。 行,游戏的力量解读到这里,听书笔记在音频下面明天见。